大家好,歡迎來到酒途,我是趙 今集教大家用 Rum 製作的 Cocktail, Jungle Bird Jungle Bird 這款 Cocktail 其實以前在香港不太出名 近幾年才有更多人吃 但若果真是追溯,1970年代已經開始出現 1973年,為了金融波希爾頓酒店開網 裡面有一個名叫 Jeffy 安人 他做一個Beverage Manager的位置 而他當時創造了這杯Jungle Bird 作為這間酒店的 Welcome Drink 直至1989年,這部 Cocktail 才被人寫在書中 有一個叫 John J. Poyster 的一本書中 這本書叫做 The New American Bartender's Guide 另外,下次再給人看就要去到2002年 Jungle Bird 時間這麼多年才開始給大家關注 到今時今日,越來越多人喜歡他 也叫給 Jeffy 有一個交代 事不宜遲,我們先去見一見Jungle Bird 下次見 Jungle Bird 時間這麼多年,再介紹一下 最後,這時又到我們喜歡的部分 Jungle Bird Jungle Bird 當然一句了 是近一兩年才認識這杯 Cocktail 其實我本身有試過自己做一些雞尾,其實跟這杯是有少許相似的 所以它的味道其實都是我想而中的味道 喝下去首先最主要是有菠蘿汁,菠蘿的甜 跟著再帶有少許Campari的苦 還有青檸的酸在中間,有少許中外種,令它的甜沒有那麼扭 這杯雞尾最主要是一定要用Dark Rum,甚至有些地方用Azer Rum 最主要是用它們經過木桶塵漾之後,它們有少許拖匪、咖啡、焦糖的味道 增添多些不同的風味在這杯雞尾 作為夏天,我覺得十分之推薦任何新手到酒吧裡面去喊一杯飲品 我覺得喝莫喜圖喝到開始有點悶,可以試一下這杯Jungle Burger 糖醉方面,我們這次用了Demurara Syrup 其實,如果你沒有可以用普通糖水 但多了Demurara Syrup,就算是多了一些風味 甜酸苦三個都很平衡 今集就到這裏,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喜歡這條影片的觀眾,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我們channel做follow的IG 記得喝下一種享受大家理性喝酒 今集沒了Azer,好像有點寡 嗨,嗨,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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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